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6号下午3点,花莲防疫记者会上县长许正位是特别说明了 7月8号莫德纳疫苗献上预约的方式 而对于中华国小的残疾疫苗乱象深感抱歉 并表示已推出了网路预约的规划,请民众特别留意 已经连续第18天零确诊的花莲 6号下午3点,县长许正位,秘书长张艺华 卫生局长朱家祥,警察局长蔡丁贤 在花莲县卫生局进行疫情记者会 同时也对于7月3号发生在中华国小残疾施打的乱象做说明 县长许正位表示,对乡亲深感抱歉 谢谢我们每一个地方的无论是学校或者是活动中心或者是寺庙 都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以及场地 当然也要谢谢各厢正式公所的清洁队以及环保局 对事前事后的宵庆工作 在这三天完成了整个注射以后 县政府我们本身也做了一些的检讨 当然在残疾的部分 我们真的在这里有一点点的小小的遗憾 让花莲有乡亲受伤 这是我们再一次再一次来对于这个部分来抱歉的地方 那我想我们真的是没有把事情做好 那这件事情真的是跟乡亲说一声抱歉 那我代表我们卫生局跟所有的乡亲深深的一鞠躬 也代表我们卫生局会这次好好的努力 然后改善 我想这个也是生命的一个经历跟过程 请乡亲给予谅解跟鼓励 在此个人代表警察局也率同我们的彭所长 在此向各位乡亲们深深的一鞠躬 表达我们最深切的亲意 而最后县长许真卫也再一次呼吁中央能够给予地方足够的疫苗 才不会造成乡亲为了施打疫苗而产生的乱象 但是我想我们细心检讨也细心改进 所以在这里我们正位代表花莲县县政府还有我们所有 来我们站起来跟大家致歉一下 谢谢 来请坐 我想这是一个国家型的灾难 所以无论是各县市的政府都是一个团队 我们必须要一起来互相的合作 所以无论主则单位是卫生局 或者是我们设政加进来 警政加进来 环保加进来 在这整个防疫的过程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参与共同的努力 以及所有的乡亲大家一起的团结才有办法 所以再一次呼吁中央 如果不是疫苗不够 我想就不会发生这么多问题 请中央赶快让地方政府能够为中央政府来 这个尽一己之力 来尽心 让我们花莲 我们可以购买疫苗的进度 能够赶快来核定 来这个同意 再一次呼吁 那也感谢所有的花莲乡亲长辈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劫心尽力 来为花莲以及为大家一起来 努力让花莲更好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